每一次总是趁这个机会 一定要找几个重病人 台长帮帮帮他们 他们也很可怜 有时候抽号也抽不到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狂大灵感 宽世与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诸位佛菩萨 感恩如今同台长 感恩师父 请师父帮我 看他的身体状况 几几年所什么的 主侯的 1992年 嗯 知道了 我告诉你啊 他的两个部位出了问题的 第一是脑子 第二是腰后面的脊柱跟腿 对不对啊 对对 我告诉你 脑神经受到严重的影响 造成他的肌肉萎缩 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他的腰部 这个腰椎啊 腰椎骨啊 突出 让他这个大腿啊 筋抽住 所以他 其实他两个腿当中 有一个好一点 还有一个不好 好的 对不对啊 想请问师父 他身上也没有灵性呢 你说呢 两个 两个灵性 一个是老妈妈 一个老妈妈 我问你啊 你的妈妈还在不在啊 我妈妈还在 还在是吧 对 那有一个脸大大的圆圆的走掉的 头发往后面梳的 鼻子也蛮大的 一个老妈妈 老妈妈 你的妈妈在 就是他的奶奶在不在啊 不在的 奶奶是不是脸圆圆的了 是的 好了 跟你讲啊 所以我告诉你 经常回来 晚上 所以你们家晚上 还听得到墙壁上面有声音 他经常在你们家里墙壁上面 走来走去 有 我有听到 他有听到 现在明白了吗 所以在他身上 白天晚上 白天少一点 晚上就在他身上 他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实际上他的脑子还是可以用 只是神经部位不能动 明白了吗 明白 他要当心的 他在 他现在只有一半呢 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会不大动 不能动 明白了吗 请问师傅 他要念多少小房子呢 对 这个奶奶呢 要念 280张小房子 280张 好吗 给家里呢 给家里 你们家里 好像有一个福 过去请人家 请人家 什么通灵人来看过 好像放个什么福 我看到 你们家里除了 我看你们家里还供了一个什么神啊 一个神位 神位 你们家里倒蛮漂亮的 你们家里好像还有楼梯啊 对 鼓掌 明白吗 你赶快了 好吧 帮他好好地修修了 要好好地念经了 我觉得的话 他时间长了 他那个腿就不能动了 他现在还能动 有一个腿蛮好的 还有一个腿神经抽住 而且他过去经常抽筋 明白了吗 这样说说 他也没有机会 请师傅加持 能给他 希望他能站上来 像你们刚刚学的人 我怎么加持 所以要多修多念经 像你们这些孩子 要早一点学 早一点念经 像你看我这次在兵场 开法会 你看一个女孩子 坐在轮椅上过来的 我给她一加持站起来了 本来两个腿站都站不住的 结果往前走 一个人往前走 走了第二天放生 轮椅都不做了 自己走路去放生了 大家都看见了 这种事情没有办法讲 像这个孩子 你们现在念经 我一看 到这里来 气场很差 你至少要吃全素吧 你许愿都没许 我怎么能够加持 每天都有许愿 师傅 每天都吃全素啊 没有 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跟你说 吃素和不吃素 人的气场不一样的 一个干净 一个 你想想看 动物身上的东西 吃什么身上 就会冒什么气场出来的 你比方说 你经常喝那种咖喱 你身上就会有咖喱味道 对不对啊 你经常喝什么汤 你身上就会汤的味道出来 你像你经常吃鱼啊 腥的不得了 你放在 把鱼放在冰箱外面 放一天晚上 马上臭掉 那你放到你身体上 37度 你怎么会不臭啊 在身上 所以很多人 肠子跟这种鱼肉 跟这种肉 粘在一起了 晚上又不活动 只要便秘 一个礼拜 接下来跟肠子就粘在一起 所以接在肠子上 所以叫接肠癌啊 所以他一动手术 把你肠子要割掉 三分之二啊 所以这就是道理 所以你们要好好修的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以后要慢慢的慢慢的 自己要学会念经 小弟你有信心不了 有吗 你相信不相信台长啊 相信 你现在你看看 你现在小孩子年纪这么轻 你以后还有前途了 他属什么的 属猴的 师父 他应该 他应该还有两年多就解决了 两年多 两年多 你帮他小房子念好 他能站起来 现在他这个腿啊 现在叫他这个腿 抬一抬 我就能够叫他那个 左腿应该能够去抬 左腿 应该就能抬的 动动看来 看看哪个腿能动啊 右腿试试看 现在热不热啊 身上热了吗 他没有感觉 下半身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要讲 我跟他讲 小弟肚子 小肚子这里热了吗 有点 你 两个腿 现在感觉都是不是太好 但是你的右腿啊 你慢慢动动看 应该可以的 你帮帮他看看 你把他抬到一定的位置 你动动啊 好 一个一个一个就可以 好 好 放下来 好 抽筋 抽筋是吧 你放着 好 我的妈呀 全是鱼啊 虾呀 看了吧 大家看了 可以动了 小弟你要想 站起来 最快 也得一年 如果你要走路 恢复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两年 你要有信心 可能有一段时间 你还要锻炼 还要在家里走 痛也要走 好吗 你好好念经 每天念礼佛 要三遍 好吧 大悲咒要念 二十一遍 心经念 二十一遍 好 非常 很容易的 如果我两年之后 再过来的话 我看你已经应该可以走过来跟我讲话了 没问题 感恩师傅 请问师傅 要放多少条鱼呢 放生 一万两千 一万两千 好的 谢谢师傅 像你们家里这个条件放一万两千 没问题的 我看你们家很漂亮 感恩师傅 装修的很好 你们家族里面有点业障 虽然有点钱 也有业障 明白了吗 你好好努力啊 你自己也有业障啊 你的腰很不好 你的肠胃很不好 对 讲都不要讲 好吧 好好努力啊 还有我都不好意思讲你了 你的感情运很不好 明白了吗 自己到人间来感情吃了这么多苦 养个孩子不容易 所以自己要全心全意好好修心 摆脱自己的困境 好不好啊 感恩师傅 感恩那么大事 都不关心不散 读心和孩子 感恩感恩 好好努力 小弟啊 好好念经啊 争取啊 看台长告诉你 很容易的 你这个人啊 两年之后 我已经看到你站起来了 很容易的 感恩师傅 很好的孩子 感恩 大慈大悲 观心菩萨 感恩 如今红师傅 立子给师傅请安 几几年 属什么 2008年 属老鼠 看到了 脑子出包病了 对 这个孩子的大脑前面 有一块很黑的东西 阻碍了他 他的脑水体都有问题 他的血液也有问题 明白了吗 所以他的智力发育 就是发育很不正常 而且他不会讲话 就会叫啊哭啊 对 你好好的帮他念经吧 师傅 我们已经为他念了 两千张小房子 还有上身 一万三千多条鱼 你再说一遍 他几几年数什么呢 2008年 属老鼠 他很麻烦 他主要被地府 有一个官已经看住了 看住了 明白了吗 他欠的业比较多 他上辈子 欠的业比较多 他上辈子 专门去害人家 一共害了三个人 现在你帮他 只削掉一个人 还有两个人 我告诉你 一到晚上就会臭惊 嘴巴里自言自语 狂叫会哭 就是灵性在身上 他叫什么名字啊 陈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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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老实点了吧 没关系 我告诉你 这孩子赶快把他念掉 很麻烦的 这孩子现在几岁啊 八岁 十四岁 你们如果不帮他削掉 会走掉的 命很短 明白了吗 还有他爸爸 这是他爸爸是吧 对 他爸爸好好地修啊 他爸爸有沙业 抱影抱的孩子身上也很多 还有一个人 是他爸爸引来的 沙业引来的 明白了吗 我们叫他爸爸要好好地修行的 他爸爸也是弟子 帮他念经嘛 也是弟子 要帮他好好念的 好吗 他已经有很大进步 在认知和思维 就是情绪方面 就是还有两个没走掉 一个最厉害已经走掉了 他本来还要厉害 脑子根本不能自控的 他大小便之前都不能自理 现在好了 现在都幸福很多了 看见了吗 感恩观心菩萨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 灵得不得了的 记住了 这样坚持帮他念就好了 喂 不要闹了 明白吗 因为他身上有鬼啊 所以台长的能量大 一叫他 他就停下来了 明白了吗 你们好好地再帮他继续念 我看小房子还要一千三百 一千五百张 一千五百张 好吗 好 放生大概还要八百条鱼 八百条鱼 好好的念经 好好的许愿 他会越来越好的 他现在闹没有关系的 就是一个灵性在他身上 好吧 你们要保护他的 要放生 不放生的话 他十四岁的时候 有一个结很大的 这十四岁过了之后 就比较正常了 你们一定要帮助他 把十四岁的结过掉 好吗 好 师父我们会坚持的 一定要坚持 好吧 教他爸爸呢 也要坚持 他爸爸有时候有点懈怠 一忙了就不好好念 对 明白了吗 其他没什么 我告诉你 我刚刚教得太厉害了 他就躺下来了 所以我有一次 一个小孩子也是 在这里啊 开会发会 自己跑来跑去 我气场用了太多 小孩子鼻子就流鼻血了 所以有时候你们真的要记住了 有时候他身上的灵性啊 就是说他经不起一个很大的能量 但是你们念经 他就可以慢慢的走掉 一定要把它念掉 好吗 而且我刚刚看你们家里有点小问题啊 你们进门的右手边呢 好像边上放了一些不大好的东西啊 进门的右手边 对不对啊 有什么东西啊 电脑啊 再过去 走进去一点点 一个门 这里边上 放了一个什么 像照片啊 像玩具啊 或者一个什么 一个玩具 一个很大的玩具 火车玩具 火车玩具 边上还有一个人 娃娃 一个娃娃吗 一个娃娃 一个蛮王虫的摆设 好嘞 一个鬼在里面啊 那要多少张小房子 这个只要三张就可以了 三张 三张把它包包好 扔掉 赶快扔掉了 好吗 不要乱放了 家里只要放这么大以上的 它有鬼就会进去 明白吗 所以家里的什么股东啊 只要有个人头啊 你没有烧香 它就会有其他的 已经就会进去 明白了吗 他们鬼到人间来 他有时候觉得自己 他其实你们看不见他 但是他很害怕人的 他就想躲 没地方躲啊 只要看见有什么人头啊 有什么图片啊 他就啪掉进去 钻进去 所以你有时候去看 一个没有关系的一个图片 你盯着他看 他的眼睛会动的 哎呀 这是鬼呢 所以你去看 有时候菩萨在图案里边 黑菩萨的眼睛会动的 一样道理 你明白了吗 好好修了 你看他现在 你看看不动了吧 老实吧 现原形 这就叫现原形 明白了吗 师傅 他身上的灵性是动物还是 一个是动物 动物 讲给你听好不好 狐狸 所以你去看他 他在床上喜欢扭来扭去 转来转去 好了 狐狸啊 转来扭去 明白了吗 好了 所以你要记住了 而且他喜欢拍手拍脚啦 有时候抓头啦 其实浑身抖动啦 你知道动物喜欢抖毛的 对 对对 他走路都是垫脚的 看见了 走路都垫脚的 因为两个脚 前面两个爪子 现在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 你们自己要相信的 你们看不见的 我上次在 在印度 在印度尼西亚 在印尼 那个女孩子 漂漂亮亮的 我们两百多人一起吃饭 突然之间 一个乌龟精到他身上 他整个嘴巴里 一个好 很漂亮的女孩子 他头发都染着黄的 我们的义工 突然之间爬过来了 他是乌龟精上他身了 一边爬跟乌龟一样 哇 冲过来 我要见他 我要见他 他嘴巴里就这种声音 就这样了 大家变成人全部吓傻了 全部战气的 吓得来 话都不敢讲 我怎么办 我只能迎战 我们新加坡 有个女孩子也是的 对不对 带到我们 天天在新加坡 要自杀跳楼 结果带到我们澳洲来 那一天 我晚上给我们 我们东方台的 那个秘书厨小朋友开会 把他也叫过来 想给他加持一下 哦 讲到一半 哎哟 那个灵性上升了 那鬼上升了 哎哟 声音出来 就这种声音 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哭哦 全部吓得了 就不敢讲话 眼睛都闭起来了 那怎么办呢 台长 迎战 所以你们好好的修 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 那你们还能求台长迎战 对不对 否则怎么办了 你们叫找谁啊 没有办法的 你看看他刚刚劈的来 叫的怎么样 你看我刚刚叫了他一下 躺到现在 狐狸现原形了 看见了 最后早就跟你们讲了 老师们就这么老实出来的 好了 嗯 待会就起来了 啊 起来吧 好吧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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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哎呀 看见了吗 大家看见吗 所以我跟你说 很多事情都要靠见证的 大家相信了 见证了就可以了 好不好啊 好好念 一定能恢复 像治疗这种孩子 对台长来讲 小菜一点 好吧 好好努力啊 乖了 你看 开心了 今天晚上一定睡个好觉 我刚刚叫那个灵性 暂时叫他离开了 好吧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因为明天呢 我们还要开大法会 希望大家早点去 能够度人就多度点人 能够叫别人多去就早点去 因为台长来